创世纪第一章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深渊上一片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 祂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 称暗为夜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一日 神说,种水之间要有穷仓 把水和水分开 事就这样成了 神造了穷仓 把穷仓以下的水 和穷仓以上的水分开了 神称穷仓为天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二日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使汉地露出来 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汉地为地 称水的聚处为海 神看这是好的 神说,地上要长出青草 结种子的蔬菜和结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各从其类 在地上的果子都包着核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上长出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 各从其类 又长出结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核 神看这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三日 神说,在天上穷仓中 要有光体来分昼夜 这些光体要作为记号 并竭令日子和年岁 他们要在天上穷仓中发光 照耀地上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体 大的管昼 小的管夜 又造了星星 神把这些光体 安放在天上穷仓中 照耀地上 管昼夜 分光暗 神看这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四日 神说,水要滋长生物 地上和天空之中 要有雀鸟飞翔 于是,神创造了大鱼 和在水中滋生 各种能活动的生物 各从其类 又创造了各种 有翅膀的飞鸟 各从其类 神看这是好的 神就赐福给他们 说,要繁殖增多 充满海洋 雀鸟也要在地上增多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五日 神说,地上要生出活物来 各从其类 牲畜 昆虫和地上的野兽 各从其类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了地上的野兽 各从其类 牲畜 各从其类 地上的各种昆虫 各从其类 神看这是好的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 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 以及全地 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 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 创造人 就是照着他的形象 创造了人 他所创造的 有男 有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对他们说 要繁殖增多 充满这地 征服它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爬行的 所有生物 神说 看啊 我把全地上 结种子的各样蔬菜 和一切果树上 有种子的果子 都赐给你们做食物 至于地上的各种野兽 空中的各种飞鸟 和地上爬行 有生命的各种活物 我把一切青草 蔬菜 赐给他们做食物 事就这样成了 神看他所造的一切 都很好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六日